人生的际遇真的是可以改变 际遇之所以改变 是因为你遇到了什么样的人 听了谁的话 甚至做了什么样的改变 那我很感谢在几年前 天地让我遇见了超级生命密码 也让我听了太阳圣的导师的话 让我的人生真的 在这几年一连串的不同的际遇 让我真的觉得 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那今天呢 借由这个机会 我要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在医院上班 连我们医院的医生都觉得 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神奇的 这个际遇 那事情是发生在今年的7月 那7月7号当天呢 我接到一通电话 那这通电话呢 他告诉我说 我妈妈无预警的情况之后昏倒 那我妈妈是一个身体很健康的人 他没有三高 然后他也没有什么任何的慢性疾病 前一天凉的血压还是非常正常 就在那边挣扎着 然后我 因为我自己是医护人员 所以呢我在看到医生给我看的那个影像报告的时候 我知道情况非常的不妙 所以那时候呢我特别把那个影像 用手机照了下来 中间这一张是一般正常的大脑 那我妈妈当时的大脑的影像已经是左右两边这样子了 所以整个的那个大脑几乎都被血液充满着 后来医生跟我们讲说是脑部的 左脑动脉瘤的破裂导致的大出血 所以整个的脑部几乎都是充满着血液 所以真的我看到这两个片子的时候 我把照下来传给了我们医院的医生 请他帮我再做判断 那从台北的医院传到高雄的医院 两家医院四位医师 给我的回应都是情况不乐观 然后呢也跟我讲说 不要让妈妈受苦太久 所以我在完全绝望 而且在当下急诊医师的催促之下 我们真的当时就签了放弃急救的同意书 可是当我签下放弃急救同意书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的不甘心 因为我不希望我妈妈就这样走了 所以呢我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真的在医学界已经无路可走 可是当下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 当时呢我的先生就从车上 拿下了一本超级生命密码 然后当他把它放在我妈妈的头旁边 然后当时我们就放着老师 因为有太阳的这首歌 放书放歌 然后我们全家人 就归在我妈妈的床边 一起做心法 一起发大怨 然后真的奇迹 就在半个钟头内 我的先生本来是握着我妈妈的手 我妈那时候是四肢冰冷 完全没有温度的 可是半个钟头之后呢 他的手指竟然动了 就你知道我们全家人看到 我们真的欣喜若狂 我觉得老天真的给我们一线希望 所以我们继续的做心法 继续发大怨 结果后来到了一个钟头之后呢 医生再一次的来帮我们做评估 其实那时候医生是觉得我妈妈是 是一种反射动作 是没有意义的 可是最后那个神经医科医师 再来做一次痛刺激的时候 我妈妈的四肢竟然是可以动起来的 就因为她的四肢动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就做了一个医学界觉得 不可能的一个医学的医疗 因为当下我妈妈没有反应的时候 医生是跟我们讲说 我们只能到加护病房去等时间 就是等我妈妈自动的走人 可是因为我妈妈的肢体有动作 所以医生再一次的召集我们所有的家属 跟我们讲说 因为肢体有反应 所以我们可以冒险开刀 可是呢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的出血量 要进去开刀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所以医生也给我们讲了很多的后遗症 他说要进去开刀的成功几率很低 那开完刀呢 要醒过来的机会也很低 即使醒过来也会变植物人 那不变植物人呢 因为它出血点是在左边 所以它右边的肢体一定是瘫痪的 然后即使呢 它肢体复健成功 它也会有像刚刚上一位朋友讲的 会有失语症 就是它可能不会讲话 不会表达 也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 甚至你开完刀的 前一个礼拜的危险期 也有可能过不去 所以在这么多的后遗症的情况之下 我们考量结果 我觉得天地会给我们祝福 所以呢我们就答应了医生 要冒险开这个刀 可是在开刀的前提 我们必须要转院 可是当天晚上 又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因为当天呢是台风天 7月7号当天是台风天 而且又碰到台北松山火车站的大爆炸 所以几乎台北可以收这类脑开刀的病人的医院 几乎都是额满的 所以我们在急诊呢 请急诊的医生帮我们联络了台北所有的医院 都是没有病床也没有开刀房可以使用的 可是当下真的宇宙要帮你就在那个下一秒钟 因为那个我们邻居有一个阿姨 她跟我妈妈的感情非常的好 她那一天本来是下班要去唱卡拉OK的 可是她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说 她说她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下班她特别想回家 她就推掉了卡拉OK的约会就回到家 回到家发现我妈妈被送到急诊 她就赶来急诊 就赶来急诊没想到那个阿姨 跟来看她的神经科医师是认识的 所以呢透过那个阿姨的拜托 那个神经科医师特别帮我们 要求了她的这个学长 在台大医院的神经外科的医生 特别在台风夜赶快紧急的挪出了开刀房 让我妈妈从半夜4点开始进开刀房手术 一直到隔天早上10点 手术成功出来了 可是成功出来之后 危险期就在那一个礼拜 在那一个礼拜的过程当中 我们真的体会到 你落实你的发愿是有多么的重要 前三天我们真的很慌 当我们很慌的时候 妈妈的状况就是很危险 可是当我们真的心定下来 诚恳的去执行我们所发的愿力的时候 妈妈在一个礼拜的过程当中 她的情况非常的稳定 那稳定的过程呢 她在加护病房的时候 就是从开完刀一直到情况稳定 7月20号以后 我们每一次的会客进去 都是给妈妈看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然后带着妈妈念书 妈妈那时候她的状态其实不是那么的好 精神也不是那么的好 然后体力也有限 可是她只要愿意睁开眼睛 我们就是让她手上拿着超级生命密码 然后呢我们也会在 那个加护病房里面 念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给她听 然后这是她开刀的这个伤口 整个在那个左半边的那个伤口 这么长的伤口 在恢复的过程当中 她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的感染 也没有发红甚至也没有发烧的状态 其实在我自己本身在加护病房工作很多年的情况 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一定会有多多少少的感染 可是在当下真的有太阳的保护 她真的非常顺利的渡过了这个难关 然后接着呢 7月31号是在加护病房的最后一天 所以我们在25天的时间就从手术 然后加护病房的危险期 一直转出了普通病房是8月1号 所以呢短短20几天三个礼拜的时间 从没有希望到有希望 甚至短短时间就可以从加护病房转出普通病房 其实对医疗界来说是真的很大的奇迹 那对我来说真的也是一个很大的礼物 所以8月2号我妈妈已经可以坐轮椅 出门晒太阳了 所以我拍了这张照片 传给非常多关心我们 甚至帮我们送书发书的这些好朋友们 真的很感谢你们帮我们发出去的每一本书 真的给我们全家非常大的力量 然后接着8月3号开始 她就开始做一连串的附件 然后3号附件之后5号 她就已经可以拿着住行器走路了 当时医生说她的右半边肢体是会瘫痪的 可是我们真的打破了医疗界的这个后遗症 她的手脚是非常灵活 然后我们特别呢 把她数前的这个影像给她照下来 因为她我们是特别让她用右手去数前 她数得非常非常的精准 而且还知道她会数几张 所以她的头脑是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的 所以我们特别把这个影片呢 录下来给大家分享 所以我觉得超级生命满脚相信 真的会打破很多医学界的一些框架 那呢8月7号呢 她已经可以到228公园 不用拿住行器 只要稍微扶着她就可以走路了 然后8月7号这个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从放弃急救到可以走路 其实真的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那个事件 那接着我们呢就要考验她的那个脑部受损的情况 我们刚刚玩减红点她非常的厉害 她可以很精准的知道要配哪一个 而且算出来的分数是很正确的 所以脑部的损伤我们也把它跳过了 那接着因为一连串的这个复健 我们在8月18号是最后一天住院 最后一天住院呢 复健科的医生他们也很厉害 在最后一天8月17号一个多月的时间 她复健的这个楼层可以从一楼爬到五楼 所以她8月18号她爬完五楼之后 19号我们就出院了 所以只在医院待了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就出院 然后这个阿姨就是我们的贵人 刚好就是认识神经科医师 帮我们做了很棒的连结 然后这一群阿姨都因为这一件事件 开始接触了超级生命密码 在新竹也帮我们发送了很多 千年职约跟密码的这个书籍 非常感谢他们 那出院之后一个礼拜 我带妈妈去排永安渔港 永安渔港的桥 她可以一口气从桥头爬到桥尾 对 然后接着呢 9月份我们帮她庆生 这是她真的重生之后的第一个生日 我们非常的开心 她可以度过今年的这个生日 那10月份的时候 她已经可以跟爸爸一起到峨眉去爬山 然后去出游 11月份在上个礼拜 我们带她去海边 她也照出了一张很开心的照片 然后呢我最开心的就是 因为超级生命密码让我有机会 每天都可以看到他们两个手牵手的散步 我觉得子欲养而亲不在是最痛的一件事情 可是因为超级生命密码让我避开了这个遗憾 让我还能够每天看到我亲爱的爸爸妈妈 他们可以健健康康的在这个环境里面生存着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 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天大的礼物 所以如果你真的相信 奇迹真的一定会出现 只要你相信 你的生命地图一定在下一秒钟就可以改变 所以谢谢大家 是我今天分享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